好消息就是 我们目前有一位 自认非常独特 非常重要的 黑人 同性恋 移民的女性 来解释这一切 根据她自己的说法 这是她独特的原因 跟我的观点绝对不一样 对我个人来说 她就是一个一般的人类 我们要尊重她们 我们要爱她们 她是独特的 因为她是 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但是 根据这位新的白宫发言人的说法 她独特的原因 是因为她的肤色 性癖好 身份 还有性别 就是因为这些 所以她才有资格 当白宫发言人 绝对不是因为 她很会说话 很会回应记者 我们来看一下她回答 为什么提高负税 就会降低通货膨胀 How does raising taxes on corporations lower the cost of gas the cost of a used car the cost of food for everyday Americans So look I think we encourage those who have done very well right especially those who care about climate change to support a fair tax code that doesn't change that doesn't charge manufacturers workers cops builders a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ir earnings 所以他就是把一堆的單詞丟出來 因為他剛剛說的東西完全不合理 剛剛的問題是 提高稅收為什麼會降低通貨膨脹 他的回答是 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幸運的人 不幸的人 叭啦叭啦叭啦叭不叭不叭不叭 這就是為什麼提高稅收會降低通貨膨脹 其實是因為這個政府沒有任何答案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一直在討論什麼 白人至上啊 種族歧視啊 變態 兒童性教育 墮胎 因為如果他們對於經濟有答案的話 他們就不會回答這些東西了 而且 這個觀點是整個民主黨的主流 要解決通貨膨脹 就是要打壓那些創造財富的人 天啊 怎麼會沒有人想過啊 或許如果 企業全部國家化 我們就什麼都不用擔心啊 我們不用在乎經濟成長 經濟衰退 通貨膨脹 如果我們的國家不只是控制貨物的來源 而且是整個國家的生產 那這不就完美了嗎 哦不對 好像有人出過這樣子的書耶 不對 好像還蠻多國家都這個樣子的耶 納粹 蘇聯 中共 北韓 委內瑞啦 只要變成那個樣子 就可以解決通貨膨脹啦 我們的交通部長 Pete Buttigieg 再一次強調 他會是交通部長不是因為他很懂交通跟運輸 而是因為他是個同性戀 他說他有解決的方案 這是他說要解決通貨膨脹 就是要 鬥地主 分田地 打倒萬惡 資本主義帝國 實踐共產主義 烏托邦 因為這些企業老闆太貪心了 所以他們刻意的把價格調高 因為沒有任何的競爭者 是吼 好有道理喔 CNBC的左派記者都問說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這跟通貨膨脹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們的交通部長大人 就在那邊噼哩啪啦噼哩啪啦 說了一串不知道在說什麼的歪例 而且再度 OK 再度攻擊 最大的支持左派所有議題的企業家 Jeff Bezos 你可以想想看 Jeff Bezos他買下Washington Post 就是為了要幫助你們左派做文宣的 但是左派永遠只會推卸責任 左派永遠只會互相啃食 以下是交通部長說 都是Jeff Bezos的錯啊 Bezos tweeted in fact the administration tried hard to inject even more stimulus into an already overheated inflationary economy and only Manchin save them from themselves Inflation is a regressive tax that most hurts the least affluent miss direction doesn't help the countr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analysis Look the president's theory of the case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s is probably never going to be wildly popular with billionaire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he is calling on them to pay their fair share OK 一切就歸零了 現在又回到經濟不好 就是因為老闆 企業主付稅不夠多 請問這個解釋了什麼 這個政府做所有事情只是讓經濟變更爛 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這邊看清楚喔 好看得很清楚對不對 墮胎要被禁了 這個ROBI會要被推翻了 白人至上 然後同時經濟亂成一團 但是你看這邊 OK 我們要殺嬰兒喔 OK 同性戀多好啊 欸欸欸欸 你看 同性戀都可以當交通部長欸 黑人都可以當白宮發言人欸 這樣子的話一切就解決啦 Xavier Becerra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美國衛生公共服務部的部長 承認FDA早就知道 嬰兒奶粉會短缺了 但是他們刻意什麼都不做 這些人做的實在是太棒了 Great job guys You guys are doing great Amazing job 這個鐵定可以讓你贏得選舉 At all times FDA recognizes What might happen When it moves in to tell a plant a manufacturer that they may have to take pretty dramatic action No doubt But at the same time Kate We have reports that there are som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e Chronobacter disease 沒有錯 我們就是被這群腦殘 控制著我們的國家 他剛說的內容是 他知道我們會有 嬰兒奶粉短缺 但是他們沒有解除任何規定 讓美國的商家可以從國外進口 國外的奶粉 例如像什麼 德國啊 澳洲啊 紐西蘭啊 來補充美國市場的空缺 好棒喔 對不對 但是這還不只是那些官員說的 就是通貨膨脹 油價上漲 氣候變遷 不只是他們這些資本家的錯 其實是你的錯啊 你買東西買太多了 你太貪心了 都是因為你這麼貪婪 才會造成一切通貨膨脹的啊 臥實 華人 太財心了 太貪心了 變成一切通貨膨脹 貪心了 這堅持貸 人們在家持有很多力量 能夠增加價錢 如果我們決定停止花費和服務 那將會增加價錢的價錢 因為我們不會有太多飛機 太多飛機 和飛機 可以收到我們前門門 呃... 他剛剛形容的 就是經濟衰退 就是大蕭條 喔!我們都不買東西了 我們都不要消費了 這樣子卡車司機 就會被開除啦 飛行員就會被開除啦 商店... 商店也不需要這麼多員工啦 你只要不出門 不消費 不吃飯 價格就會往下掉啦 你的公司就倒閉 然後你沒有工作 然後呃... 這個樣子就解決通貨膨脹啦 我不是個什麼很愛討論陰謀論的人 覺得什麼政府的背後有個什麼 Caball在掌控一切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懶散解釋一切問題的方式 但是目前會這個樣子 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 這個可報真的是存在 而且成功的騙了我們國家 另一個就是 這些人 全部都是 有觀眾反應 覺得說 腦殘是髒話 不應該說 但是其實腦殘 是來自於日文 意思是 留在記憶中 總之這兩種可能就是 人民 人民 或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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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的方向 而且還呼籲人民去做 的事情 而人民就是 是 的執行政府 報名 都有特別優惠 新一季 將在6月11號 開課 每個星期六下午 有分4到8歲 9到12歲 以及13至18歲 不同年齡段的課程培訓 歡迎打電話 626-779-6767 報名諮詢 或是登陸網站 填寫資料報名 記住 在報名的時候 請告訴他們 你是看到AI News 來報名的 會有一部分款項 特別贊助到我們的施工哦 也歡迎各位 在5月21號的時候 歷臨現場 聆聽男家兒童和尚團 第23周年音樂會 地址在天埔市的 以馬內力宣誓會 5月21號下午4點鐘 期待你的到來 請多多多您 待週四位 請退 稍後 明星期待 請退